都说男人四十一只花 今年四十一岁的胡斌呢 日前来到长沙 为热播剧《亲爱的回家》 做宣传的时候 却称自己是狗尾巴草 因为阔别五年之久的胡斌呢 回归之后曾经给自己选戏呢 是定下了三部规矩 一呢不结35岁以下的戏 二不结青春偶像剧 三啊他不结不真实的戏 而《亲爱的回家》这一部回归之作呢 胡斌饰演的是帅气偏偏的守护者 又一次又以一个偶像的姿态 来俘获了不少人的芳心 娱乐无极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胡斌 胡斌持隔五年 终于带着自己新的作品 《亲爱的回家》 又回到湖南卫视了 湖南卫视正在热播的都市情感大戏 《亲爱的回家》中 胡斌饰演的宋瑶 是一位对爱情很执着的好男人 对自己的回归之作 胡斌可是相当满意 我觉得做模特当演员 最成功的就是我了我觉得 而且最幸运的也是我 2006年 胡斌之身赴美 经历过从偶像颠入普通人的生活 之后又到日本发展 对离开的五年 胡斌并不必谈 从刚刚开始的一个运动员 什么啥也不懂 然后呢 莫名其妙地就做了模特 然后个人就从两天一小时点 莫名其妙地就唱了歌了 做一组成了 美国读书了 然后呢 就跑到日本去做南五号南四号 重新开始学习表演了 然后就又回来了 外形俊朗的胡斌 曾是很多女生的目中情人 刚过完41岁生日 她也算得上是娱乐圈的超级钻石王老五了 有消息称 胡斌年底会步入婚姻的殿堂 对此传言 胡斌却没有直接承认 结婚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我要一个家庭 我一定会公布于众 但是我必须等我 安全全地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以后 然后呢 发回来美美的照片 因为我觉得女生不愿意 拍到披头散发的样子 或者是很奇怪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其实并不重要嘛 对吧